12月7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对北京康复之家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朝阳第一分店高价销售抗原试剂和立案调查。 经查,2022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7日期间,当事人在某平台销售复兴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和交替金法规格为25人份和标价229元每合,进货单价分别为61.25元每合,67.5元每合,75元每合。 由于不同时期该平台销售优惠不一,实际销售单价分别为179元每合,216.5元每合,229元每合,进销差价率最高达273.9%,远高于同时期周边市场同类商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构成哄台价格的违法行为。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向当事人送拿行政处罚告知书,你给予当事人警告和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